2018年3月23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对华贸易备忘录 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加重关税 挑起了一场惊心动魄又档气回肠的中美贸易战 9月24日 美国再次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重关税 对于美方的贸易霸凌政策和行为 中方进行了坚决的反击 此轮中美贸易战其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美国藏在贸易战背后的图谋又有哪些 中美双方在这场博弈中 各自都有哪些强项和短板 贸易战对中国经济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而面对贸易战中国又该如何应对 美国表面气势汹汹的背后 又蕴含着怎样的危机 我们打赢贸易战的信心究竟从何而来 青年网络公开课 邀请经济专家张杰 为您详解中美贸易战谁会是赢家 敬请关注 大家好 我是三杰 今天受陈东阳的邀请 给大家讲一下 中美贸易战的问题 这个贸易战也是 大家关心的热点话题 对于贸易战来讲 咱们大家都知道的话 是现在所有人都在关心 就是中美的矛盾的加剧 而且这个矛盾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的话 是一步一步地调起来的 2018年3月23日 特朗普签署了对从中国进口的 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备忘录 9月24日 美国正式宣布 再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对此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报复 中国政府先后公布了价值 160亿和500亿美元的 加征关税的美国产品清单 中美双方也曾就贸易摩擦 展开了多轮高级别谈判 但都无功而返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 副代表王寿文表示 现在美方采取了很大贸易限制 就是把刀夹在别人脖子上 使得谈判无法进行 我们从特朗普在竞选总统的时候 就攻击了中国很多事情 当他竞选上了以后 就开始说中国抢了美国的生意 对于美国整个的安全构成了威胁 其实开始的时候的话 大家把它当作历连来 美国总统只要上来了以后 都会把矛头对向中国 都会对中国的话发难 但是以后的话很快就过去了 但是现在后来发现这个事 并不是很快的过去 而是越来越加剧 一级一级的增加 从开始的600亿到后来的2000亿 现在的最新进展 9月23日 美国宣布 因中国违反了美国所谓的 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 而对解放军总装备部 及其该部负责人实施制裁 原因是中方购买了 俄罗斯苏35战机和S-400防空导弹 因为美国制裁俄罗斯 而延伸制裁俄罗斯 做生意的中国 这以长臂管辖的做法 是典型的美国式流氓行为 这一做法在中美两国 两军近年来的交往中 极其罕见 有分析认为 这是中美贸易摩擦 正在向更广和更深层面 延伸的一个例证 美国要搞的不光是贸易战 我们可以看到 它对我们的军委的总装备部 提出了制裁 而且它对于我们的新华社 它也认为的话 是外国代理人机构 而且这个有关的法案 是当初的话 为了限制希特勒 而设立的法案 在前边对准了苏联以后 现在又对准了中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这个贸易战的话 是不断地升级 而且升级的程度 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实际上中美全面的冲突 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一个 很实质的博弈的阶段了 其实中国厉害不厉害呢 有厉害的层面 有欠缺没有欠缺呢 也有很多欠缺的层面 所以你要说这个贸易战的时候 你不把很多更深层的东西看清楚 那么你公众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困惑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世界的力量的对比 在世界力量的对比下的话呢 中美贸易额中国是大幅度的顺差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 中国的GDP增长非常迅速 虽然说的话呢 绝对数值的跟美国还是有一些差距 但是相对数值非常高 你就可以这么讲 在几年前的时候 我们才刚刚的GDP超过了日本 而现在呢 我们的GDP是日本的两倍多 而且中国的GDP是 日本加上德国 加上英国 加上俄罗斯的总和 就是说它后头的好几个国家加起来 也没有中国多 所以实际上中美的GDP在世界上 已经是一枝独秀 就是说你的这个国力的话 这十年来 实际上是发生了那个天翻覆地的变化 这种变化我们是要承认的 跟美国的GDP还有差距 那么这个差距在哪 实际上你要说制造业的GDP 我们比它多多了 美国有大量的是服务业 它的服务业的计算的时候的话呢 确实它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购买力平价 因为同样的比方说是刷盘子 中国算一块钱 比方说美国就算一美金 对吧 刷盘子的工资 你看都是刷了一样的盘子 但是算GDP的时候可不一样 差好几倍呢 所以才诞生了所谓的购买力平价这一说 但实际上呢 这个中国的跟美国到底的劣势在哪 实际上我们还是要看一下的 实际上在中国占世界的 这个经济的占比 现在在跟美国快速的接近 中国的衰落的上一个 接点 是在差不多1840年前后 洋线战争前后 而后来的话 你可以看美国在和英国的这个交接的那个霸权的时候 和以及和中国的时候 它实际上在世界占GDP的比例 其实这个图的话呢 非常反映了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和美国在现在为什么有这个冲突 你现在为什么我们的实力在哪 实际上我们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感觉和那个就好多数据不一样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那么感觉不一样是在哪呢 第一我要跟大家讲生产和分配是不同的 就是美国主导了全球的分配体系 但是对于中国来讲的话呢 你还没这个主导权 我们GDP是代表我们生产了多少 不代表我们分配了多少 就是这生产出来的东西最后归谁 那是要说的 你包括在中国的话 有很多是外资的 是归外资的 不归我们的 对吧 这个一定要说 就是你到底归谁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知道增长与积累 是不同的 我们的增量很大 我们现在的量很大 但是我们穷了几十年了 我们在几十年前的话 一直是穷的 但是的话呢 美国是一直很大的 就是你要知道 就是说你在中间的财富里头 你最后大家比实力的时候 不是比你每年的净 那个收入多少 是比你的总盘子 人家积累了几十年了 我们只是每年现在净收入 跟人家能比了 但人家总盘子是多少呢 而中国的话呢 以前的积贫积弱 历史欠账非常多 所以你要 大家要明白历史积累 历史欠账 这个两个 就是中美的力量是很悬殊的 绝对不能一起来比 最后的话要说一下 就是说一个国家的话 有多少战争资源 和国家实力 有的时候不对的 就是当年落后民族 征服先进民族的时候 这个例子有的是 谁能调动多少战争资源 和你国家有多少经济实力 其实还是有一些错位 所以我们就要理解 我们的感觉为什么不一样 然后理解了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就在讲 我们的实力差在哪 实际上 首先我要跟大家讲的 我们说我们是制造业的大国 但绝不是强国 制造业里头 人家一般讲什么 三大支柱 在中国很少提 三大支柱是什么呢 第一个手中汽车 可以看中国的汽车产了很多 但是都是合资品牌 核心的技术都在外国手里 核心的利润都是外国人赚的 而在世界汽车市场上 没有我们一席之地 中国的话 那个国产车能卖得好 就因为中国国内市场比较大 第二个支柱是什么 是机床 你可以看到高端的工厂 所有的高端的加工的这些机床 全是进口的 你自己机床做不了 或者说人家 如果机床不好 人家给你禁运的话 过一阵的话 你其他的所有工业制造的水平 都会下降 因为你的机床精度不够 你能生产的这么好质量的商品 是因为你要进口优质的机床 所有的 你可以看看那些机加工设备 其实包括现在说机器人的 核心的那些东西 都是外国人 第三个是什么 就是发动机 就各种倍 电机 热机 什么各种倍发动机 凡是带转的 发动机 在中国跟世界尖端都有差别 你说你是世界制造业吗 这世界制造业的三个支柱呢 另外制造业的话呢 产业链特别长 还有两大明星 中国差得也很远 第一个的话呢 是半导体 最近的话半导体怎么疼 大家都知道 马上那个中心就让你疼了 第二个明星是什么 是大飞机 你像美国能支撑支柱 它那个波音的话 这个飞机的利润跑后啊 有些时候的话呢 那个波音你可以看 说你看看 波音公司的赚的钱 也不是那么多 我说你这个事啊 这就是你跟前面说的错误一样 你没有算劳动者挣的钱 你波音卖出来的钱里头 波音公司赚的不是那么多 他给波音的里头的工作的 美国人开工资开了多少 那都是变成美国社会战友了 好不好 你要明白 他的从那个 那波音消耗的铁皮 和他卖的那个价格来讲 他的靠好的那点资源 是不可比的 他剩下的他的那个财富 都到他社会里再分配了 这里头给他创造了多少附加值 在他社会里多少价值 我们去同样的 你卖一个波音那么高的销售额的时候 你卖的是钢铁 里头是有多少能源 多少资源在里头啊 对吧 他卖你的有多少能源 咱有多少资源呢 完全不对等的 金融业就更别说了 对吧 我们现在全球的话 美元霸权的话 基本上还无法撼动 人民币的话 在世界的地位还是很低微 对吧 然后军事实力 那的话呢 现在虽然说中国的军队强了 但起码来讲 现在还超不过俄罗斯吧 排不到老二的 对不对 美国是绝对老大 中国的话就是肯定排不到老二 是这么一个水平 然后科技实力呢 现在这个都不用说 科技实力的话是有差别 另外一很重要的 就是文化和国际积累 国际关系上 那么各国的话呢 跟美国关系好 还是跟中国关系好 就是跟全世界这种 就是国际关系积累 还有文化认同 就是大家的话呢 是要多少人是认同美国文化的 多少人是认同中国文化的 在全球 那么这个的差距 都是软实力的差距 还有最后一项 也是硬实力的 资源实力 就是中国的话 占有多少资源 其实我们说地大物博 现在发现中国的资源 相对于美苏来讲 都是平级的 美国的资源含量 比中国多多了 你看美国产多少油 现在美国是世界 第一大产油国 它可以变成石油的出口锅了 中国做得到吗 它消费石油 比中国消费的还多 最后它变成石油的出口锅了 而且美国还有原子弹的油 也产量很高 所以这个资源实力也是差别 在经济学领域中 汽车 机床 发动机 被认为是制造业的 三大支柱产业 而半导体和大飞机 则是制造业的两大明星 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 在这些领域与美国相比 都有哪些差距呢 而直面差距的同时 我们也要发现 中国有哪些优势 它们又是如何令我们 有信心 有能力 面对中美贸易战呢 但是我讲了这么多差别 我同时也要讲 我们的信心在哪 我们不是说的话呢 不能光看的不行 就是很多人的话呢 现在为什么左右纷争大呀 他只看一边 我们的信心第一层次来自于什么 就中国的工程建设能力 大家都可以知道 现在在世界上 各种地儿都是中国的工程 黄模 第二层的话 其实写的是我们叫做 工程资源能力 什么概念呢 我们有钢铁产量 有水泥产量 中国虽然说缺铁矿石 但是中国不缺粘土 中国的水泥是世界最便宜的 就因为中国不缺粘土 你要否则的话 在世界其他国家 水泥比中国贵多了 还有我们的化工也很发达 同时的话呢 我们的工程队伍 教育都很发达 对吧 我们到这里头的工程的话 我一直在讲 中国的数学学得好 基础数学学得好的优势在哪 我们的农民工 他能看工程图 你家装修 给他张图 说照图施工 没问题 在西方的话 中学不学三角 不学几何 你要能看工程图的 一定是工程师 工程师外头还要配一个绘图员 是这样的状态的 知道吧 第三个中国强的 我们可以叫做完备的产业链和基础制造能力 我们不说高端制造 但是基础很重要 什么我们都能造 什么我们都有产业链 你就算你会高端 你什么配套都得找我 那你是有时候高端也玩不转 所以现在美国难受就难受在这 我们什么都有配套 那么我们就可以迅速的把一个很高端的东西变成白菜价 这是中国有本事的 第四个呢 我们有两弹一星 我们实际上如果真跟美国军备竞赛的话 我们不怕 为什么 我们基础制造能力是有的 两弹一星 其实在世界上你可以知道 很多国家现在有原子弹了 必须有氢弹 氢弹主要的话呢 还是那个五个常任中国 像这里头呢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什么呢 就是常规炸弹和原子弹的威力差距 大家觉得非常巨大 其实氢弹和原子弹之间的差距 跟这个差不多 也就是说氢弹可以动辄千万吨级的 原子弹是万吨级的 常规炸药爆炸 你一般来说 包括做到几十吨是最高了 可以知道差不多是这么样的一个 每个都是一千倍 所以就你大家就该明白 实际上中国的话呢 其实在毕竟来讲呢 是个核大国 有个基本的安全 就是说世界的话 别人还是不敢跟你打核大战的 对吧 然后另外呢 我们要知道中国的积累率是极高的 中国的积累率的话呢 接近百分之四 美国的积累率是百分之一 就是说你积累一年 顶人家积累几十年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中国人的话呢 他爱把这财富呢攒下来 留下来 对吧 你的话 哪怕你买房了 说还了月供了 但是你这房子是财富留下来了 你的房子的话 大家说房子有泡沫 但是房子背后的话呢 为了修这房子的拆迁啦 那个基建啦 那个基础设施啦 那都是要花钱的 对吧 中国的话呢 改革开放 往土地上投了五百万亿的 基本建设费用 你想这肯定是最后要转化为 土地价值啦 这又积累了多少 就是中国的积累率是超前的 另外我们讲中国的另个优势呢 其实呢 是大家可能没想到的 就是中国妇女工作 中国妇女工作意味着什么 其实西方的话 妇女的工作率很低的 中国的妇女工作 就意味着单位 那个人口当中 劳动力供给最高 对吧 男女工作就比人高一倍 如果你只有男人工作 就少了一半啊 你想想 这是有多大的差别 对吧 所以这个事的话呢 就是我们有最高的 劳动力供给率 同时呢 我们最后一点 也就是我们国家举国体制了 就是国家的资源调配能力 对吧 而且大家呢 对于这种中华民族 还是有一个民族向心力 有一个民族自豪感 所以我们的信心就来自主 所以大家既然知道我们的问题 要知道我们的信心 有学者表示 抛开中美贸易战的表象 背后的实质是 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质变 这一质变 为何在此时出现 对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 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我们在讲第二层的话呢 更深层次的讲 就是中美关系 实际上发生了质变 这种质变是什么呢 就是英语民族啊 它对于这个世界第二民族的挑战者 一贯是打压的 从历史上就是这样 不光是美国 英国也是一样 当年的话呢 对德国也好 对苏联也好 它都是打压的 而对于中国现在发展了 也不可能允许美国的单极霸权存在 所以对于美国的单极霸权 也是一个挑战 就是中美关系为什么质变 在这个背景下 我们看到什么呢 就是中国崛起了 要带来全球的资源再分配问题 也就是说的话 西方人如果按照他原来的方式消费资源 中国也按照那个方式消费资源 全球的资源都不够 那么中国想多消费点资源 那意味着西方人就必须少消费点资源 他的生活方式就是要改变 现在美国想维持这个不变的做法是什么呢 把美国成为 他不开采本国石油 变成他开采本国石油 他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变成了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了 要变成 现在现在是最大的产油国 进出口国 可以发现的话呢 对这个资源的要改变 另外再往深次的走 我们可以发现什么呢 就是中国崛起了以后 对于西方人的那种民族心理优势 提出了挑战 西方人的话 其实原来都总觉得 对于黄种人 他是有白种人的优势的 包括我们黄种人的女孩 都想嫁白人 对吧 白种的女孩不想嫁黄种人 真要是说中国崛起了 你想如果这个趋势发生变化的时候 你想会有多大的影响 但实际上是对于这个西方的民族心理优势 要有问题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美国 它有国内的一些巨大的矛盾 需要转嫁 然后在中国的话呢 你想单方面的像避让这些矛盾 是已经是不可能了 所以中美肯定是进入到一个 全球博弈的一个时代 自特朗普当选总统以后 美国对外政策愈发强硬 而实际上 当前美国国内内斗加剧 利益集团相互撤肘 社会宾与撕裂 经济的表面繁荣背后 也隐藏着巨大的危机 那么这些矛盾和危机都是什么呢 美国对中国挑起贸易战 是否有转嫁危机的目标 这时候我们再讲一下 美国的它内部造成的真正的矛盾 这图的话可以 这个图的背后是什么呢 是红色的是支持川普的 蓝色的是反对川普 大家可以看到支持川普的人 你如果从地域上来讲 那是多的多的多 但是从人数上来讲 其实是那个真正投票的时候 人家说希拉里还略微比川普多一点 其实对于美国人的话 他的社会是很分裂的 他既有外来的移民美国 他也有代表他本土种植园 很早来的那批移民 我们在美国人他自己都叫 这方面叫做红脖子 红脖子美国 他就叫Rackneck 他就为什么叫红脖子呢 就是因为他这个牛仔呢 老被太阳晒 晒完这脖子是红的 都晒红了 这就叫红脖子美国人 这个美国的那个南北战争啊 他实际上就是 本身就是移民来的美国人 和红脖子美国人的那个 就是红脖子美国人是种植园主 移民来的的话呢 是代表着金融权利 工业权利 所以他一直是 他这个两派的话呢 在美国的内部 是矛盾很大的 而现在的话呢 美国的财富的急剧分化 实际上呢是什么呢 使得有海外关系的这些蓝色的部分呢 这方面很富 而这些红脖子美国人趋于破产 所以为什么川普能被选上 就是他传统的白人的处境 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 而且同时呢 在美国的上层的经济社会 犹太人的实力非常强 基本上犹太人统治 都是犹太人社团 犹太人金融 所以就明白 美国的内部现在的话呢 矛盾比我们想象的大 而这种矛盾呢 我们要提到一个前提 就是美国现在的社会 是票选社会 它靠选票的 靠选票的这种社会啊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要能维持社会的稳定 它是有前提的 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一推行民主 有些国家立刻就内乱呢 因为你想要票选的 这个前提是什么 就是说社会各方 矛盾不是那么尖锐 大家都可以接受选举失败 我选举失败就算了 对吧 下次再选 你要人 如果这个社会矛盾很尖锐的话 你谁选举失败了 你说下次再选 那可就不行了 你可以现在看到 美国已经出现这种趋势 你要真是川普选不上 川普的铁粉就得闹翻天了 下一次再选 如果川普这派选不上 建制派要上台 可能又会矛盾更激烈 它的矛盾已经在激化 所以它需要一个什么呢 转移矛盾的方向 所以这上的话呢 我们实际上看到 美国现在的树敌啊 已经不光是对中国了 它实际上也是在对世界 让我们可以看到前一阵很流行的一个图片 就是你看见没有 这个 我们的那个默克尔 对特朗普的这些态度 和各方的那个 那个神色 对吧 这个是很流行的图片 就是美国跟欧盟也要加税 跟日本也在提税的问题 它不光是跟中国提了 而且美国的话呢 对国际上的各种 那个协定 各种义务 它等于我们叫做美国退群 各种群它不参加了 对吧 各种团都不 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 它美国搞的这个贸易战 实际上它改变了很多那个规则 它变成了 实际上它是个全球博弈 它不是说简单的对中国的问题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说的话呢 在这种状态下 可能一种新的那种世界大战的形式在凝聚 而且这种新的世界大战呢 在我们有了核武器的时候 可能它不是那种传统的大战 它是一种新的秩序的建立的大战 它实际上是需要靠一种很激烈的冲突 来建立一个新的秩序 这时候大家就在想 美国的政府真正的压力在呢 其实对它的压力呢 有些问题呢 是老生常谈 第一个常谈就是 你看政府债务不断扩大 第二个呢 大家都知道的各种逆差 不断扩大 第三个是说的话呢 那个美国的制造业外流 其实在这个背后呢 说点更深层次的问题 这为什么造成这个呢 制造业外流以后 那意味着什么 美国的征税权就没了 你想你在这里头的话 美国的金融霸权有个特点 你要凡是作为金融货币的 你的钱从我手给到你手 绝对不能收税的 金融的流转交易是中间不收税的 欧洲要收托兵税是很那个 反对很大的 但是的话呢 你要是生产交易 你的产业链在哪 你这个货物来回各个过手的时候 每个环节都是有税的 在谁那谁收税 所以呢 制造业到了中国 其实的话呢 征税中心就到了中国 以后的话还会讲 就美国的他这个税 他收不着了 他为什么要说关税的问题 他实际上是一个税务很重要的博弈 第二个的话呢 讲什么呢 就是一直现在在提的 美国的叫做特里芬难题 讲的话呢 他一方面呢 他要给美元呢 要给全球提供信用 作为全球储备货币 那么他就一定是逆差 另外一方面呢 他要维持他的美元强大 他就一定要顺畅 你就可以看 他这个如果美国的话 一直是债务这么增加 一直是逆差这么增加 那么他的美元迟早要崩溃的 所以这就是他的一个危机在酝酿 所以你要知道 在08年的时候 美国出危机的时候 中国的GDP比日本的还差不少 那时候美国受到了多大的冲击 如果十年后 美国再出现一个类似08年的危机 面对现在的中国会怎么样 所以美国内部的这种危机的压力 是非常的巨大的 而不是像外头看的 美国的经济的一片向好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在想 特朗普在干什么 大家其实都在说的是什么 捞取政治资本 这个家族利益 这个大家都看得见的 面上的 然后为了党派的利益的中期选举 对吧 然后在政治大棒下的讹诈 大家也都可以看得见 而真正才要干的什么 转嫁美国下一轮危机 转嫁危机的话 三个层面 一个是影响全球的资本流动 第二个改变世界经济的结构 第三个就是全球利益的再分配 这样他这个三个层面是很重要 你看他现在的美国的话 他从前边的话 今年年初的话 一个跌下 它慢慢涨回来 他如果他要是美国股市 走入熊市 结束这个十年牛市的话 那对于美国的发展是什么呀 而且呢 这个牛市的话 其实在世界的规律来讲 超过十年 非常难以发展 特朗普对华挑起贸易战 真正备受压力的是谁呢 为何专家指出 受到压力最大的是中间层和离岸资本 而逼迫离岸资本进入美国 是否是美国此轮经济政策的终极目的 让这个理解了这个的时候 再想他深层次 就贸易战里头 谁比较尴尬 其实他真正贸易战挤了什么人 那么我可以跟你讲 首先的话就是他的政治对手 他在贸易战 不要简单的说 他贸易战是对中国 谁最难受的是中间这一批人 就是美国的建制派 他在海外有复杂的利益 你这么一打贸易战 他在海外这些利益就难以保障了 所以他实际上是对他的竞选对手 建制派是一个非常大的基础 第二个呢 犹太的国际资本 他这些国际资本很多时候什么 都是在离岸的这些岛屿上 你这一打仗的话 一打贸易战一纠纷的时候 他这些离岸的这些资本 会受到巨大的冲击 就是他这些中间人的影响很多 同时的话呢 被挤得难受的 亚洲的一些中间摇摆的国家 你比方说日本 韩国 政治上很清美 经济上要清中 你包括这菲律宾 那个原来就是美国的殖民地 美国的小兄弟 现在的话呢 他那个在南海的问题上 他实际上对他来讲的压力很大 怎么办 到底在哪个方站队 实际上是很难受 同时的话呢 中国还要看到我们的台湾问题很复杂 台湾的话 右方面又想要美国人保护他 又想在大陆挣钱 而且他的经济对大陆 现在是已经高度依赖 还有一点 就是台湾的实力是多少 其实大家的话呢 可能已经没有概念了 我可以跟你讲 台湾的GDP 现在已经赶不上河北省了 很多人都觉得台湾当年很强大 但真要现在说论起GDP 台湾已经赶不上河北省了 这个是很多人没想到的事情 中国发展很快的 但是这些中间的尴尬的人 我们一定有些时候要想 他们的代表的利益 他们的实力非常强大 就是真是中美激烈冲突的时候 他会最终站到哪 你像美国建制派 肯定是要最后的话 还要站到美国利益上去的 虽然他反特朗普 对吧 你犹太资本的话 实际上他最后的话 也是美国不给他安全保护的 也要站到美国去的 所以真正的决定中国的问题 就是什么 真打起仗来 这些中间力量 可能都不在中国这一边 这才是中国真正的 现在跟美国打起来 在国际面临的一个形势 就是你不要说你自己强 真打起仗来的时候 国际的帮手都是不是帮你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你跟美国的博弈是怎么玩的 所以要想 从这个讲呢 我们就再着重讲一下 就是美国这一次的话呢 最关键的是围剿离岸资本 和加薪阶层 就是这个离岸资本的话呢 在二战以后啊 就是大规模的暴涨 也就是注册在什么 那些那个离岸的海岛上 他可以避税 你可以注意到 中国的那些海外上市公司 其实都是离岸资本控制 然后再到美国上市了 就这个结构叫VIE结构 然后的话呢 你这时候就会发现 他为什么能在这些离岸资本呢 就因为是全球化 所以他在一个海岛上 你是全球化 他跟世界各个国家贸易 他都不受影响 你们其他国家打 也不太受影响 然后这个离岸资本有多少呢 其实在08年的时候呢 麦肯西做过一个 保守式的估计 大概是32万亿美元 这个数量好大哦 比美国GDP大好多 而现在呢 那个估计的话呢 可能又有所增长 但是特朗普这一个政策 这个离岸资本受到了 巨大的抵押 第一呢 税收优势不在了 他原来把利润能留在离岸港的 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他从中国出口 是一个便宜价格 美国进口 是一个贵的价格 他中间的利差就放在这 但是他的话呢 他现在他往美国的话 他变成那个贵的价格的时候 对不起 美国的话 争25%的关税 那他还不如到美国 交25%的所得税呢 还有返还 还有优惠 还有折扣 抵扣 对吧 关税可没有任何抵扣的 而且 那个特朗普还说了 你们这个 我们好多地方给你优惠 我们减税 15% 所以就意味着 这些离岸资本的 这些离岸的利润 他放在离岸岛上 已经不合算了 他放在美国合算 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 就是他要干这件事 就是把你的这些 离岸的这些岛的话 随着世界的这种变化 这各国的那个贸易壁垒 和以安全形势 让他们都要到美国上岸去 知道吧 这才是真正美国要干的事情 你能到美国上岸 你才挣钱 而这背后的话呢 这个美国搞了全球追税 那么所有的账户 你要公开 后来的话呢 经合组织也搞了一个规则 跟美国一样的 叫做那个 就这个 那个CRS 但这个规则 美国他自己不执行了 所以现在想要避税啊 美国搞了几个特区 他的什么特拉华州什么的 他可以让你这些人的话呢 保密 可以在美国的话呢 藏着 他那个在 原来在瑞士做保密账户 美国人不干 但是你在美国做保密账户 现在美国的话呢 有些州是给你开了绿灯的 这样的话呢 在实行了这个政策以后 使得这个瑞士的那个这种资本迅速的减少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话呢 美国的这一阵的那个股市和经济的繁荣啊 实际上是这些离岸资本大量的上岸到美国 所以美国说我重新振兴美国 重新制造业回流 他这样也回流的是什么 不是简单的说把中国的那个 那个那些工厂搬过去 而是这些资本回去 所以现在的话呢 他的政策 他是起到效果的 不是说没有效果 他也不是完全打在中国的 他通过这种战争的状态 使得原来在中美之间 想左右逢圆的人 逢不了圆了 逢不了圆的结果呢 他在现在的状态下 基本上是选择到美国上岸的 这就是他的目的 不是直接马上要战胜中国 而是把中间利益执行对 面对美国挑起那贸易战 中国又该如何应对 作为一个陆路大国和世界制造业中心 中国又该如何发挥这些优势 使自己在贸易战中处于不败之地 而中国跟美国也是一样 就是现在的话呢 你跟美国直接去打 不具备实力 那么中国跟美国是什么 实际上也要的 也是全球博弈 也就是说是什么 中国和美国有各种利益纽带 对吧 然后的话呢 美国破坏一种全球化的规则 他要付出隐含的代价 这时候我们干嘛呢 我们扛起大旗来 对吧 我们扛起全球化的大旗来 然后全球的话 我们来提 对吧 而且呢 中美博弈 真让第三方崛起 其实中美都不愿意 这要看得很清楚 美国既要想遏制中国 也不愿意 他在遏制中国的时候 他损失实力 让第三方崛起 而且中美还要面临的什么 我们要面对共同 一些共同的威胁 包括这个恐怖组织 恐怖主义 其实现在恐怖主义的问题 对于这个极端组织的问题 实际上也是全球的公害 其实这个问题是中美要共同面 所以我们在贸易战里头 中国提出的很多东西 我们要想 为什么提 第一个 我们提出来了 命运共同体 对吧 为什么在这时候 要提命运共同体 那就是争取全人类最多的支持 大家有一些共同面临的威胁 包括中美共同面临的威胁 第二步我们提了进一步改革开放 其实现在进一步改革开放 包括一些资产可以卖 实际上也是吸引一些 离岸的资本到中国上岸 不要全都跑到美国去 实际上这个现在呢 中间的离岸资本的空间 实际上是越来越小 所以呢 我们实际上是要站稳我们的立场 我们扛起来的什么 是美国丢下来的全球化大气 这是有在全球 是有道德制高点 我们现在再讲下边的一节 就是实际上现在整个世界呢 进入了那个新时代 我们要进入这个新时代是什么 对中国影响大的 我提的叫做新路权在崛起 其实在世界海权 压倒路权 已经是几百年的事情了 背后为什么能压倒路权呢 就是海运非常便宜 你路运不好办 但是现在是什么呢 我们高铁有了 就是人流 就是人的流动 有高铁的话 那个录取材是很方便的 否则的话你要走飞机 飞机很贵 然后同时的话呢 有了石油管道 有了特高压电网 那么能源流变得很便宜了 更重要的是在网络时代 你在海上不好建网 海上的网络是很贵的 你包括你在海上导国 要走卫星是很贵的 那么实际上你就重新在 路权的成本获得了优势 就是所以的话 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讲 这个一带一路呢 当然是一边是海 一边是路 重新再规划这种全球的格局 这路权之前了 这是新的路权在崛起 就是这个新的时代 而路权的背后 就是前边我也提了的 征税权的博弈 就是谁能征税 这中国的税收啊 大家一般来说的话呢 总是税收高于你的GDP增长 总来指责中国 实际上很多时候 中国征的税 是征了全球的税 我一直在讲 你的制造业中心 你就是咽果拔毛的税务中心 你像我们进口的那个原材料 一进关加17%的增值税 对吧 你出去退4% 退13% 剩4% 但4%不低啊 你如果只有10%的那个利润的话 这个4% 可就是相当于利润的40%啊 不低啊 大家不要以为4%很低啊 所以这个税收的权利啊 其实现在很多人在说减税 税收的权利 不光是政府获取财政能力的权利 也是调节全球再分配和国际博弈的权利 实际上这个实际上中国的税收的快速增长 实际上随着你的制造业的税收的快速增长 等于在全你作为全球的制造中心的时候 全球的税源 征税帝都到你这儿来了 这个是外国人最疼的 就是包括的话呢 你像外资企业 虽然说这个企业是外国人所有利润归外国人 但是他只要在中国这儿生产 各种税都是在中国的 而且你从各种价格上来讲 你可以让中国的话 产品利润只有一毛钱 但是中间的税收一块钱 你是压不下去的 是这么一层关系 所以一定要认识这个税收呢 既有调节财富 那个国内的财政收入的功能 它实际上很重要的一条是国际博弈 你包括像特朗普说是叫贸易战 实际上它是税收博弈 它关税是一种税收博弈手段 它国内减税也是一种税收博弈的 吸引那些离岸资本到它国内来 它是通过这种税收来调节 然后税收获得国际财政能力 然后其实你中国有的 有些时候减税呢 是老百姓获得了收入 有些时候你减税 你的成本下来了 马上国际压你价 你最后你减税的这个成本 不是你赚的 外国人赚的 所以这个税收带来的那个问题 实际上是中国跟世界博弈 非常重要的手段 而且现在的话呢 在整个世界这种产业的链条上 谁能争更多的税 实际上就是产业结构 美方挑起的中美贸易战 已是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 而当今世界真正的矛盾是什么呢 这一矛盾对中美两国 都有哪些同样的危害 而对这一矛盾的关注程度 是否能让中美贸易战降温 我们在想 就是中国真正的全球博弈的 大战略要在哪里 这种大战略 我们要看到什么呢 世界从单极走向群雄逐路 这样的世界这种群雄逐路 它不光是个国家的逐路 它也有宗教层面 对吧 它也有国际资本层面 实际上它是一种多层面的逐路 它的宗教有时候是穿透国家的 所以在中国对于它这个挑战的时候 我们可以注意到 也是最近发生的事情 我们跟梵蒂冈有了重大的和解 实际上是相对于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获取更多的基督教 对我们的支持 这个很重要 宗教层面 对吧 另外的话呢 实际上呢 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外资 实际上在国际资本层面 是支持中国的 但是在美国的话 川普他不是在国际资本层面上的人 但是建制派可不一样 这就是不同 它是穿透国家的 所以你要历史到世界的话 这种群雄逐路的变化 怎么去认识这世界 所以这时候呢 就认识世界的主要矛盾在哪 其实的话呢 现在中国的崛起 其实有一个白种人隐含的矛盾 就是不能让黄脸的人 爬在他们头上 实际上就白种人 对于黄种人的这种种族之间的矛盾 实际上是很深的 就是为什么在哪个社会 都会打压我们的华人 实际上中国的崛起 实际上在暗含中中的话呢 有这种深层次的矛盾在 但这种深层次的矛盾在 也可能会决定在最后关头 你的日韩的走向 就东亚民族的走向 这是一个很深层次的 另外一个很深层次的矛盾是什么呢 就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的文明冲突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个现在欧洲正在发生的什么 这种冲突隐含的背后是啥 对吧 到底哪个矛盾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 实际上到最后关头都可能会发生改变 你就像什么怎么发生改变 原来希特勒德国对中国很好的 日本是英国的盟国 然后呢 那个英美德都一起希望说反苏联 最后变成那个英美苏一起反德国 二战的时候是最后关头来调整 你想当初的话 在当时对希特勒绥靖的时候还想豁水东引呢 为什么能最后的调整 其实最后的利益关头 到底是东西方的矛盾 还是教派之间的矛盾 你可以注意到中国在前一段被逼得很狠的时候 马上出现了什么呢 911 中国松了口气 其实现在美国实际上是在两个方向上用力 一方向实际上是对中国的施压 另一方向你可以注意到 他对中东 中东背后是以色列 基督教和伊斯兰的矛盾 对中东也在复华力 这种两个战线上的华力 现在美国实际上是有它的难为难的地方 就我们要认识到 到底哪个方向最后能成为美国的主要矛盾 实际上是会变化的 其实建制派更多的话呢 是在中东的 对吧 而川普的话更多现在朝了中国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怎么样子的话呢 不要成为中美成为一个世界的主要矛盾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世界分成了三类国家 就是说制造国 金融国和资源国 这三类国家的关系呢 大概画个图 现在呢 其实中国的话呢 是一个很有利的位置 就是美国的金融货币给中国 中国的产品给美国 然后西方的话呢 有高技术到中国来 但是中国的低端制造的加工返回西方去 西方它不是在自己加工能力 同时资源国的矿产给中国 中国的工业品给资源国 如果按照这个图走下去 那么中国的话呢 就可以迅速的强大 因为你这个西方的这些技术的话 它是最后的话是难以为继的 中国慢慢可以自己发展 自己的技术金融等等 那么的话呢 中国在世界的话呢 它必然处在一个核心的位置 而实际上美国希望的呢 是后边这一个图 后边这个图是什么呢 就是把美国为核心的 它所有都是它的金融 这资源国的东西 它的话呢 都是由它的金融市场来控制的 然后它来给中国 它来决定价格 然后中国呢 更多的话呢 是消费资源提供劳动 是个劳动的提供者 所以这就是美国想干的事情 所以现在实际上 中美在博弈的是什么 是就是这种 那个之间的 怎么样子最后的产业结构 最后的落脚点在哪 所以我们的话 现在是否能科技的振兴 是否能货币振兴 就是说走到前面这一个图 走在前面这一个循环 而走在这个循环上 我们认为这对于中国来讲 最重要的是什么 非洲 对于非洲的重要 很多人是不理解的 其实这张图呢 很多人来说 说当年你看 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 非洲其实并不多 大量欧洲国家的东西 你看非洲很多反对票 知道吧 但是非洲的话呢 现在支持中国的 很近 而且对于当年中国援助非洲的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什么呢 南非这一条线 坦战铁路 赞比亚 是当时是战场 就南非的那个 南比亚独立战争的时候 赞比亚是战场 你可以看这一条线 坦战铁路 现在大家说不管什么用 但实际上这一条线 当年是什么呢 是通向战场的生命线 然后下边在南非这个地方的话呢 靠在南非的北部边境 在当年发现了世界最大的金矿 那个金矿的储量是五万四千吨 挖出来了三万七千吨 现在还有一万八千吨的储量 那时候美国美联储的黄金储量多少呢 可以告诉大家八千吨 所以明白为什么当时南非很重要 那时候或是金本位的时候 也就在那时候的话呢 所以中国修的这条铁路 对于世界的格局是非常重要 而现在呢 非洲对我们的重要的是在哪呢 非洲有大量的资源 而且非洲有大量消费的人口 现在非洲有十几亿人口 而中国的主要的资源 那个石油大量的从尼日利亚和那个安格拉 来向中国提供 都是黑非洲的 然后这时候的话 那中国对非洲的逆差是很小的 只有两百亿美元 就是总共的话 贸易额一千七百亿美元 逆差只有两百亿美元 所以对于非洲 实际上是中国最重要的支点 你看现在各国的话 你看印度都跟着排斥我们华为的产品 但是非洲要用 就是你的产业链有多大的人口集群来消费 其实很多时候是以人口数量来说的 有多大的资源能满足你需要 而且非洲的话 还有一点 它的水热资源非常丰富 它能做生产更多的粮食 非洲的农业太落后了 非洲的那个可耕地 将来会是中国的几倍 而且呢 它的地的话呢 一般来说都能三熟四熟 中国一般是一熟两熟 所以这样的话呢 非洲给中国的话呢 就是未来非常重要 所以在中国的话呢 对非洲的现在是加大力度 进行那个援助 其实说叫援助 但是很多关键的道路 你要它修它修不起 你修了还是你用 你要如果说变成你的投资 对不起人家还管你要好多税 你要成援助了 其实你是最赚的 此轮美方调剂的中美贸易战 美国表面上来势汹汹 咄咄逼人 然而专家指出 美国越是对他国极限施压 自身崩溃的危险就越大 对此我们该如何理解呢 我们最终打赢这场贸易战的信息 为何如此坚定 所以把这些事看清楚 才能看清楚我们最后 我们能做什么 实际上对于这个贸易战来讲呢 我最后要跟大家讲的 是我们应该的话呢 有充分的这个信心 这种信心在于哪 实际上对于中国来讲 时间在中国这一边 这个西方有一句话 叫做什么呢 叫做汉尼拔式的胜利 他们也是讲汉尼拔打罗马 每次都打胜 但每次胜利他都要衰落 衰弱实力减弱 他一旦失败 他就是万劫不复 中国的话有超高的积累率 就算的话呢 你这次失败了 可能的话呢 你很多的财富没了 但是的话你勤劳的干 你很快就能积累上来 但是美国的话呢 他吃不到这笔财富的时候 他国家可能就会崩溃 这就是美国 他只要输了一次 他就是崩溃 你呢输了多少次 都是没有关系 你的国家的话呢 你能延续 就是你要一定要说 这个稳定是非常重要 所以在世界上呢 其实很多人形容 这个中国的国民性 中国叫兔子 然后西方的话呢 都是什么老虎啊 鹰啊 熊啊 什么的都是猛兽 但你换个角度去看 在这世界上 生物界里 兔子是强势物种 比老虎什么强势 老虎要灭绝了 兔子灭绝不了 明白吗 就是中国的这种韧性是很强的 所以我们对我们的未来 实际上是要充满信心的 就是我们虽然现在的话呢 会受到很大的压力 但是我们要看到 美国也受到很大压力 大家都受到很大压力 而且大家的压力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的是增长 还是比美国快的 我们的积累是比美国快的 而美国现在能增长 是吃到了世界这种中间地带的实力 但中间地带的实力 你吃一次 你不能吃两次 所以中国的话呢 现在还在这种国力的快速增长中 尤其是对我们普通的人 要看到希望是什么 就是每个人的收入都在快速增长 而不是收入在下降 对不对 你要如果说这经济真不好 那普通劳动者的收入一定是下降 一定是失业率上去了 中国现在是失业率没上去 普通的那个劳动者的收入在增长 能认清楚这一点 基本上你就可以清楚 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了 大家可以知道 我们的那个胜利的话呢 对于中国的民族的崛起 大家都要有信心 今天的话呢 就时间关系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那个还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问 而你好问一下 由美国挑起的这场贸易战 对咱们中国的股市和楼市有什么影响吗 对中国的股市和楼市呢 都是压力 我们可以其实看到的话呢 因为这贸易战的挑起呢 其实中国的那个汇率 首先受到了一些压力 汇率受到压力的时候 就稳定汇率主要的手段 就是国内收紧流动性和去杠杆 你在收紧流动性和去杠杆的时候的话呢 股市肯定好不了 但是楼市的话呢 它现在实际上楼市的收紧的流动性 采取了另外的方法 它就是说它限制你这个楼的出售 因为的话呢 其实很多人的话呢 你要把楼卖了的时候 他有可能就把钱呢 要兑换到美国去了 就是其实有大量的移民家庭 其实在中国是有楼的 所以这时候的话呢 在楼市的时候呢 它实际上它对于这种出售的 那个做了很多的限制 你可以注意到这个楼市的流动性是下降的 所以流动性下降的话呢 虽然说楼市的房价没有下降 但是的话呢 你的交易呢会变得很困难 因为房价下降啊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因为你要考虑到 其实房价下降不是简单的买几个房子的问题 因为它背后呢 房价也是抵押品 它会直接牵扯到一个社会融资的问题 我们社会的总融资 它实际上是和你这个房地产有多少价值 有多少担保价值 其实都是挂钩的 所以现在呢 政府呢 不希望楼市呢 价格的雪崩 那但是呢 他不希望楼市呢 释放出流动性 张老师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如今对中国 平凡施压 步步紧逼 是要与我们鱼死网破吗 要知道中国现在 可不是像以前那个鸡贫鸡弱的国家了 现在他一直是联合国 常人理事国和核大国之一 他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这么讲 美国的话你可以看 他跟那个朝鲜都不一丝网破 包括的话呢 那个朝鲜的那个 那个金正恩的话 顶到最后 其实美国的话呢 也就转向了 实际上美国的话 他更希望的话呢 通过这种 像全球样的施压 我前面已经说了 他在全球的这种 离岸资本的走向上 他能主导世界的那种资本走向 使得那些话呢 很多的资本的话呢 更多的回归美国 而跟中国的那个博弈的话呢 他更多是要遏制中国的发展 美国更希望的做到的是 不战而屈原之兵 谢谢大家